第十五回猴公子文雄起义 百小姐发誓蒙心 话说胡葵到胡家镇口 看见一面高脚牌的告示 你倒为何吃惊 原来这告示就是省千行文到淮安府来拿罗灿 罗坤的告示前面写的罗门罪案 后面又画了二位公子的图形 各府县各镇市乡村延续拿后 拿住者赏银一千两 报信者赏银一百两 如有眼匿在家 不行守处者一同治罪 胡葵一看 暗暗叫苦 可惜罗门世代忠良 今日全家抄斩 这都是省家父子的肩谋 可恨 可恨 又不知他弟兄二人逃往何方去了 胡葵只气得两道神媒之术 一双怪也原争 只是低头流泪 回到路上 将告示言辞告诉了子妇等一遍 那巧云同张二娘 听见此言 一起流泪道 可怜善人遭凶 忠诚被害 多得为公子救了我们的性命 他倒反被害了 怎生救他一救才好 也见得我们恩将恩报之义 胡葵道 且等我访他二人的下落就好了 众人毫不悲伤 当下胡葵同其子父赶过了胡家镇口 已是自家门口 卸下车子 胡葵前来打门 去好胡太太听的是他儿子神音 连忙叫小丫鬟前来开问 胡葵邀了其子父等三人进了门 将行李物件查清 打发车夫去了 然后一同来到草堂 见了太太 见过了李 分兵主作侠 太太问是何人 胡葵将前后事细细说了一遍 那胡老太太叹了一回 随即收拾几样便猜 与其子父张二娘 其巧云在那堂用完膳 然后大家安歇不提 一写完经已过 次日天明起身 其子父央胡葵在镇上寻了两斤房子 前面开了一个小小的豆腐店 后面住家 其子父见豆腐店家 或神无俱全 房子又合适 就同一主讲明白了价钱 就对了银子成了交 过了几天 择了个日子 搬家过去 离胡葵交不远 只有半里多路 两下里各有照应 当晚胡太太也是其子父请过去吃酒 任作清卷走动 自此 其子父同张二娘开了店 倒也安逸 只有胡葵思想罗氏弟兄 放心不下 过了几日 辞了太太 光辉了其子父 两下照应照应 他却收拾行李 兵器 往鸡爪山商议去了 不提 且扬淮安白府内 自从百文莲 升任陕西西安府做指挥 却没有回家 只寄了一封书信回来 也好事人入之道 说 女儿遇双 以许遇过公罗门为喜 所有聘礼物件交与女儿收好 家终于被装卖 恐罗门征讨打打回来 即要完音 家下诸事 凡那只喉登照应 夫人见了书信 也不胜欢喜 心中想到 又不是亲生女儿 叫我被什么装饰 却不过情 将聘礼假意 笑盈盈的送予小姐 道 我儿恭喜 你父亲在外 将你许了 长安越国公罗门为喜了 这是聘礼 交引你收好了 好座夫人小姐含羞 只得收下 说道 全账母亲的红服 母女们又谈了两句 家常谈话 夫人也自下楼去了 小姐送过夫人下楼之后 将聘礼收在乡内 安安流泪道 可怜我百玉双 自有不幸 亡儿亲娘 后来的晚娘侯氏 却是同我不大和睦 今日若是留的我亲娘在堂 见我许了人家 不知怎样欢喜 你看她说几句客套话儿 金字去了 全无半点真心 叫人好不悲伤人也 小姐越想越苦 不觉猪泪纷纷 香塞流落 可怜又不敢高声 只好安安痛苦 不提 担言侯氏夫人 叫侄儿侯登 掌管田地 家务 原来那侯登 年方一十九岁 生的生小头大 爸妈丑恶 秉性于蒙 一无两事 无因能小 既不通文理 就该安分守己 谁知她生的丑 却又专门好色滩花 那百小姐 威许罗门之时 就安安思想 客客留神 小毛战小姐为妻 怎当的百小姐 三针九裂 怎肯与凡人做情 厚登为人下端 小姐要发作她 数次只因侯氏面上 不好意思开口 这小姐为人端正 她却也不敢下手 后来小的学了长安罗府 心中爱爱怀恨 说道 这么一块美玉 倒送于别人 若是我侯登得她为妻 却有两遍 一者仙的一个美貌家人 爱着我姑母又我儿子 她的万贯家财 久后岂不是都归于我侯登 一人享有 可恨罗家小出身 她倒先夺了我一块美玉去了 过了些时 你就渐渐断了妄想 一日三 三日九 早过了三个多月时光 她在家里那里坐得住 即将白斧的银钱 拿了出去结交她的朋友 无非是那一般少年子弟 酒色之徒 每日出去寻花问流 饮酒素娼 成群结党 实不成规矩 小姐看在眼内 安安怀恨在心 若是猴事是个正起的 就管她些也好 怎当她丝毫不察 这猴登越发放荡胡为了 正是 由于漏网随波走 也鸟无龙到处飞 话说猴登那日 正在书房用饭 互见安童来禀道 今日是淮安府太爷大寿 请大爷去拜看 猴登听了 来到后堂 禀之姑母 背了寿礼 洗了伯老爷明帖 换了一身新衣抱 叫家人挑了礼 背了麻 猴登出了门 上了麻 欣然而敷 将次进城 却从虎家镇经过 正走之间 再马上一看 只见大陆旁边 开了一个小小的兜福店 店里有一位姑娘 在那里掌柜 生得十分美貌 猴登暗暗称赞道 小想才中 倒有这一个美女 看她容貌 不在一双表妹之下 不知可曾许人 我若娶她为妾 你是好的看官 你倒是谁 原来就是那七巧云姑娘 那巧云看见猴登 再马上看她 她就转身进去了 正是 浮云眼却长额面 不与凡人仔细观 后说 猴登见那女子进去 她就打马走了 到了城门口 只见挤着许多人 在那里看告示 忍入感叹 哥哥升街 猴登心仪 进前看时 原来就是沈泰氏的行文 周拿罗氏弟兄的榜文 猴登从头至尾 看了一遍 心中好不欢喜 道 好呀 我只说 罗坤夺了我的人才 谁知他无福受优 先犯下了罪案 我想罗坤 世人死财散 瓦解冰箫 阴敢还来迎娶 这个家人 依旧还是我猴登受用了 看过告示 打马进城 到了淮安府的衙门 只见合成的乡身 纷纷送礼 猴登下了马 进了饮宾馆 先叫家人投了明铁 送进礼物 那知府见识百叶府里的 茫茫传情 猴登走蹦四崖 拜过寿 知府闲问百叶为官的事 续了一回寒温 一面千消细乐 百上寿面 管带猴登的酒面 猴登那里还有心肠吃面 只吃了一碗 茫茫就走 退出府衙 到了大堂 跨上了马 一路思想 回去同姑母商议 如此如此 这般这般 那怕百叶霜飞上天去 也难脱我手 想定了主意 打马回去 要之后是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可不忍心肠地 老百叶霜飞上天去